我看一下就是這個 有時候你會找不到 什麼時候叫找不到呢? 一般找不到是在寵物店才會有的嗎? 蛤? 很冷喔 對,你看 這樣很好,因為下午也蠻熱的 好,你看一下我們磁鐵按右鍵 沒有在養寵物的不會提到這種笑話 好,來,你看這邊 我們的檔案呢,其實檔案是有所謂的檔案系統 好 這個技術其實是來自 檔案總管的這個NTFS 事實上如果 有沒有人的那個電腦也是那個Mac的 有嗎? 如果你是Mac的 它本來就有支援這樣的工具 它的Finder 所以它就可以做到 我們現在這裡屬於做到的 那就不需要用這個軟體 你的磁鐵機必須要是這一種 格式它才找得到 原則上 除非你有特別改 不然 預設電腦裝起來都是這種格式 這樣了解 那什麼時候 有可能不是這一種 你看一般我們的隨身碟 你會發現 它本身 這個 或者記憶卡 有沒有是FAD32 這樣了解了嗎? 這個就不支援 所以你會發現你找的內容 只有在NTFS這種磁鐵機裡面才會有 好 就是它的搜尋結果 不會包含這種FAD32的 或是記憶卡的 這樣了解了 這個是要麻煩您 就是使用的時候 強制圈為什麼找不到 大部分是這個地方有問題 那第二個有問題就是我剛剛講的 權限的部分 你今天不是最高的管理者 他可能能夠存取的東西 就會比較少 好 這個要稍微留